入秋之后各种各样的种球就比较流行了 很多的臭宝说你怎么不上种球 今天我跟我老婆就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说种球就是不低温春化一下 它是不开花 这个是我从冷库里面拿出来的 按道理来讲春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更好一些 然后你像三个月的就太好了 然后我这个是春化一个多月的 现在好多花友它都现在要入手 其实有点太着急了 这个就是春化45天就可以达到这个花芽的这个分化了 对三个月也会分化其实差不了很多 然后呢着急中午这个季节还是有一点热 其实一直等到秋天秋天就是稍微冷凉一点的时候会比较好 你像我们前段时间那个朱顶红就是在门口放的 它就不涨 它太热了 你反倒在云南那边的那个 你像小卫阳那个暴了窄很多很多 云南那边的气温不是很高 到晚上的时候甚至有点冷凉 这个时候种球才会长得好 对 相同的呢昨天也是聊起来 相同的有这个多肉类的 石壶类 兰花类跟种球类都是在高温的时候 表现的状态不优秀 那既然大家着急呢 我跟我老婆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东西怎么种 好多花友种这个郁金香的时候 可能就直接当着蒜瓣 然后就种下去了 其实种这个花的话还有一点小讲究 就是你要给它扒皮 这种过程还是比较解压的 对 我们两个刚才一直在扒皮 一直在扒皮给它花友可能不理解我们的用意 对稍微处理处理 让根盘裸露出来种 对 其实老花鸡家也有啊 主要是现在还不太适合 因为天气比较热 很多霉菌啊 很多那种腐烂啊 都会在这个地点 你就是现在种 它不爱长势一会儿是 而且还爱发霉那些 对 所以说我们就提前给大家把这个功课给做上了啊 嗯 你的花友说老花鸡我现在就想买 就要买你可以用个那种稍微炒糊的纸巾 再用个密封袋 用炒糊的纸巾给它裹住 密封袋放到冰箱的上一层 就是三到五度左右是最哇塞的 再让它春花一个一个 没事的 对 就给咱们储存洋葱啊 那算是一个道理 其实没一样 你在我这储存的 大概也就十几二十天 我们就上架了 总求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 我先着急拿出来几个样品 然后给大家先种一下 然后等到发芽的时候 咱们到时候再给大家说上连接的事 嗯 行吗 种的时候一定要用那种 排水透气的花盆 你看到没 不论是大盆小盆 我们一般的花儿们都比较欢迎的 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盆了 我们就用这个给大家演示了啊 用土啊 一定要用这种排水透气的尽量的松软一些 你像那个 种这个萝卜啊 大姜啊土豆啊 就是这些全部都是在沙土地里面都种好 泥土地里面不行 这个是进口的泥炭煮的很松软 腐质质含量又高 有机质含量也高就这样 就放上 有的花儿也是收到以后 老花一你偷工减料还有这种东西 大的我们尽量的减了 这种快装物是泥炭不好 这是营养不好 你别乱丢啊 有的花儿收到以后呢 可能会有这种发霉的 你看有这种发霉的 其实影响不大 你有条件的话 最好是用水给它用药 给它泡一下会更好 如果花儿没收到 像这种根盘这里烂的很多的 要联系售后 这种有很大的概率是种不出来的 你老花一发货的时候呢 我们有可能也会疏忽 但是我们会尽可能给您发好的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会推插架或者补发 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这种呢我们就气球了 弄这些东西的时候啊 我建议花儿没还是尽可能的 弄完以后洗洗手啊 或者是弄之前戴的手套啊 往里面加一丢丢的生根液 一丢丢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加入杀菌药 杀菌药这个东西就不让孕妇来碰了 就我来解决了 这个用的是小黄二号 二枚零 杀菌嘛防止烂嘛 因为现在天气热啊 开始种 然后呢咱们一个里边打算是给它种六个 像目前市面上有水培的 嗯嗯水培的到时候再说 今天交给大家盆栽到时候再交给大家地栽跟那个水培 这样往里按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土很松软 种的时候根据大家的喜好可以排兵布阵 一个盆里边想种几颗种几颗 好吧 嗯也可以很多品种种在一起 对可以种混品种的 然后呢这个加点土 热饮热馅的 就让它那个芽头 光照正常给 然后呢就是浇水 这个剩下的药液可以浇进去 这样就完事了 然后呢正常的去养护就行了 你像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 如果说花有梅 哎呦这水这么多呢 如果说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 花有梅不这样操作的话 可以用这种药直接撒到土里面 或者半土的时候 去预防一下腐烂就行了 别的没啥了 就是一个盆栽郁金香的一个教学 我分享给了大家 这个就是一个郁金香的一个 盆栽的一个养护 然后下一期的时候给大家整这个地栽啊 还有一个水培的一个 对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下期的时候给大家讲别的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白了吃吧 拜拜